各位尊敬的来宾 今天是我们国学堂讲座的第二十二层 非常感谢大家来提议我们的讲座 今天给我们讲座的是我们 李洋大学中文系的年轻的教授 孔一鑫老师 他刚刚从美斯顿大学 拿到博士学位堂 然后就去年 前年来到我们李洋大学中文系 那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年轻老师 大家可能 有的同学肯定已经知道他了 我们的李洋大学博学堂 是面向市民的 我们首先要感谢 这个田扎饼教育基金会 是他们的资助 使得我们的这项 这个活动一直能够开展 所以结束了以后 要麻烦大家一下 大家手中的调查表填一下 请大家多多支持 这样的话我们以后可以继续得到 人家的基金会的支持 今天顾一鑫老师给我们讲的题目是 《热人歌》 他的题目很有诗意 翻译与创编之际 当然热人歌本身就是一首非常优伟的歌 大家应该知道他出自《书院》这个故事 所以他的PPD上面达出来的是送本书 很切的主题 我想我就不多说了 我们就欢迎杜老师来给我们做精彩的演讲 首先感谢徐老师的介绍 也感谢领大国学堂栏目的邀约 今天很荣幸给大家各位师友 各位同学以及视频朋友 一起做一个自己关于某个诗歌问题的一些小小的心得论评论 那么以中国古典或者是汉语古典诗歌作为一个大题目 今天的演讲呢 其实选择的是一个比较微小的切片 也就是刚才徐老师提到的《乐人歌》这首歌诗 那么之所以选择这个微小的切片 是考虑到他所蕴含的一些重大的跨学科意义 这些我们会在稍后许许的谈到 那么这些意义包括了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意义 语言学研究的意义 很多话人类学的 包括今天的文本研究文本理论方面的意义 还有翻译 这么一个特定的知识里面分支的意义 各位其实可能已经对于这首中国古典诗歌是比较熟悉的 那我今天我们先把它打来这里 一般来说我们把它理解为是一首先行的诗歌 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首汉代诗歌 因为从文献存录的角度来说 最早记载这首诗歌的文本是西汉末期编传的说院 比如流向编传的一本故事的绘编 那么如何去理解这种时间上的二重性呢 也是我们今天要探究的一个问题 我们先简单的译读一下这首诗 今夕和西夕千周中流 今日和日夕得与王子添周 蒙羞会好夕不子够齿 心己完而不觉夕得之王子 山有目夕目有之 心悦君夕均不知 其实基本上它是文从自顺的 但如果说对于古典汉语的稍微隔膜的话 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解说如下 这首诗的情境大约是一个夜晚 那当然它也提到了空日和日 总之是一个日夜不分的一个时间上 然后诗歌的书情主体是一位周子 注意这个周子的性别 其实是在诗歌中是看不出来的 看不出来的 而这个周子与一位身份高贵的王子同周 蒙羞会好不子够齿 是不以自己的卑污下见为齿 而感激于王子对自己的 这个关照和怜爱 然后呢 他的心中产生一种情愫 是针对这个王子而发的 他窃喜于自己能够得知王子 最后诗歌的高潮体现在最后的两句 这个对联 通过山之有目和木之有之 来作为一个外部的异象 衬托出抒情主人公心中的一种欲解情愫 就是山之有之 但是我爱慕君之心 却不为君所知 这是我们用现代的语言对于这首诗 做的一个内容的意读 如果说不是汉语的使用者 比如说是英语读者 右边还列出了一个我对这首诗的大义的一个翻译 为什么刚才要这么做 刚才在短短几分钟之内 其实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一首特定语言的诗歌 它在传播过程之中可能发生了几种变化的状态 从古到经发生了一种语言和语言之间的一种传递的转换 那么不同语言之间也发生了这种转换 我们把这种关系称之为translingual的一种关系 就是translingual跨语系的跨语言的关系 可能发生在古今之间也可能发生在异域之间 那么也许我们可以用更简单的一个词来概括这个现象 叫做translation 一种广义的翻译性 其实我们就是用翻译或者说意或者说translation这个词 来涵盖种种发生在跨语记的translingual条件下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语言的转换和理解的现象 好 为什么我们会提到这个维度是因为这首歌诗本身 它被相当多的主流意见 我认为是中国古代最早的 现存最早的一首翻译作品 这首诗本身也许就是一首翻译 因此今天的舞会逐次的探究以下的问题 首先是这首诗本身所体现出的一种翻译性 还有与这种翻译性相关的传播性 我将为大家展示的是它是如何作为一种既跨语记同时又内语记的一种复杂的实践 跨语记是在两种语言形态之间的 而内语记是在一个语言之内发生的一些或向心的或离心的或复杂交织的一些实践 这首歌诗的形成演变 它是同时体现出了跨语记和内语记实践的复杂 另外我还想请大家注意三个主题词 一个是歌 一个是诗 一个是传统 这三个词在接下来的演讲中可能会不同程度的使用 而且它会有一些不同的含义 今天我们读到了《乐人歌》 它题目叫做《乐人歌》 但它其实是一首汉语的诗 而它据说是对于古时候的一个乐人 当时口头所唱的一首歌的一个翻译 但那首歌本身的形态是怎么样 今天已经不能够完全重构了 所以在接下来的演讲中可能会 时不时的用歌和诗这两个不同的词来指代 这个翻译的两端 一首所谓的原始的歌 和一首我们今天能读到的汉语的译诗 那么传统 传统这个词我指的是 我们今天理解为古典汉诗诗歌 是一个庞大的集合体 而《乐人歌》这首诗是依托于这样一个传统 这样一个不断积运 不断累积 不断生成的传统 依托在其上 而且付诸于其中而存在的一个断片 这是我要使用这三个范畴的意义 最后我会提到一种 我关于这首诗作为一个翻译量本的理念 就是我认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翻译作品 而是一种作为翻译的创编 或者是作为创编的翻译 也就是今天演讲的一个标题 Translation as Composition 我想强调的是翻译和创作互为彼此的一种状态 它根本上还显示了很多我们接下来会讨论的一个 关于文化 关于语言的问题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开箱 刚才我们说的这首诗呢 它既是一首先行的翻译 又是一首汉代的歌诗 这两个说法其实并不矛盾 因为从文献的角度来说 最早我们能够存见到这首诗的一个文本载体 是也就是我称之为一个外层里进 是西汉晚期的故事汇编 一本叫做说院的故事汇编 由大学者刘相所编撰 那么在这个故事汇编之中 内嵌了一个内层的故事 这个故事是一个战国时期的故事 那么这个故事是一个对话 它发生在一个叫庄星的楚人和一个叫做乡成军的贵族之间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个对话呢 在这个对话里面简略的说是庄星 他作为一个地位相对低微的臣子 他要表达对于乡成军的一种亲近和爱慕的 亲近的一种希望 因此为了表达这个期望 他就讲了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是这个月人歌所在的内层的语境 最内层的语境 所以我用一个比较深的背景色标记出来 在这个内层语境的故事中 同样也是一个年代其实并不特别精确的 但肯定是先秦时期的楚国的故事 这个故事中有两个人物 一个是一位姓名性别都不知道的月人 这个月人不是我们月里的月 也不是月南的月 他指的是一个现在已经其实消亡的 语言已经消亡的 古时候南方的一个百月之族 月人的统称叫做月人 他们使用的语言今天也并不完整的存在了 可能会有些遗迹在今天的状态语南岛语里面 这个得或论我们在谈 好 这么一位姓名性别不祥的月人 和一个叫做紫西的楚国的贵族 他受封于一个地方叫做鄂 也就是鄂军紫西和月人之间 他们两个人的身份的对应关系 其实就类似于外层有境中 这个庄仙和湘成军的关系 庄仙想要向湘成军表达亲近爱慕 所以他讲了一个月人对鄂军紫西 表达亲近爱慕的故事 如何表达了呢 就是通过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月人之歌 一首月人之歌 但是月人之歌顾名思义 它是用粤语点唱 而作为楚国贵族的鄂军紫西呢 是听过了我这首歌 因此就出现了一个第三者 第三方 一个在文献之中被称之为月义的人 注意这是文献的原文啊 这个人被称之为义 这个义等下我们谈 为什么这个人叫做义 为什么要有这个义呢 是因为要去理解月人之歌 所以鄂军紫西招来这个月义 让他对这首歌做一个处理 这个处理在文献之中被称为楚说之 我们记住这两个关键词啊 一个是义 一个是楚说之 它有助于我们等一下去分析和理解 这首诗和那个原始的歌之间的真正的关系是什么 这段文字总共32个汉字 我相信没有任何人能够去理解它的含义 为什么 因为它的字面上是不具有含义的 就是在说院之中伴随着月人歌的汉语翻译版本 同时保存下来的一个什么 一个对于月人之歌的音译 音译在广义上我们也属于翻译的一种 它指的是以那个目标语中的字符来直接的模拟来源语中的发音 也叫做transliteration 我们今天的日常语中尤其是一些专有词汇 它的本质其实就是音译transliteration而不是意义 比如说美利坚美利坚是一个音译american 对吧 整个这32个汉字的字符 它在语义层面是没有含义的 是因为它是对于那个已经消失的月人歌的一个语音上的模拟 但这个模拟的准确程度有多少 以及这些文字本身发没有发展和流变 发没有发生变化 我们其实都不知道 我们并不知道 但作为结果我们就拥有了两个可以对照的版本 一个是对于月人之歌的音 基因 我们称之为一个基因 第二个呢 是用楚语 也就是后来古典汉语的 作为古典汉语的一部分的那个楚歌的题材 重构翻译出的一篇译诗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理解我们说的歌和诗的两个维度 它是会贯穿我们今天始终的 在歌的维度上它体现为这则基因 在诗的维度上它体现为这首翻译的作品 但这个翻译我们在这边要打算一个引号 因为这个翻译的实质会挑战我们 关于translation的一些比较简单的观点 刚才我提醒大家 在这个文字线的记录中呢 有两个关键词 一个叫做意 一个叫做楚说者 意这个汉字 这个词我们今天用来去对应于translation 而如果在古代文献之中去考察 意这个词的本意 或者是一些比较早的对它的理解 我们会发现是有趣的问题 理记之中把意放在这么一个跨文化 跨语言交流的语境里 五方之名言语不同 世语不同 达其志通其语 东方约记 南方约象 西方约迪迹 北方约迪 这段话的意思呢 其实它是以一种中国中原之名的视角 来划定了五方 这个我们对于古代的一下观 有一定了解 我们会很好理解这个 这样一个表达的语境 五方之名的言语是不相同的 他们的心智是不同的 那么站在中国之名的立场上 如果要去传达其 就是五方 就是其他四方之名的智 去了解他们所思所想的话 就要通过一种语言换意 转换的行为了 这里呢它做了一个 这个mental picture mental picture里面 四方 对于东方之人 对于东方之役笛的语言 进行一种模拟和在线 称之为记 对于南方之人称之为像 对于西方之人称之为敌 对于北方之人称之为义 那么这个地方义甚至它指示什么 它指示中国之名 对于四方不同族群的语言 加以模拟在线和表达的方式中的一种 我们再来看说文解字 是相对晚一点的 东汉文这个字典 对于义有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 就是传 传播传递四夷之语者 这里呢好像是把这个 礼记之中仅限于北方的这种含义 在这里引申普遍 普遍化 普遍化为中国之人对于四夷之语的一种 三义一种传达 在唐代的礼记正义之中 对于礼记中的义字又做了一个 又做了一个新的解释 认为这个义呢 其实就通义 就是这个意思是变化替换的意思 为换义言语实相见 这其实很符合我们在三义之中的一个直觉 所谓翻译就是在目标语和来源语和目标语之间 在目标语之中找到一一会用于来源语中中的那些词汇 对不对 然后一个一个的竹词把它替换掉 那么这种竹词替换 意义符号 语言符号的结果就是一个翻译 那我们统而言之 但是在中国文献之中 语这个词 它大概只有一下几个基本的意向 一个是今天理解的翻译 跨语言的翻译 Translate 还有一个传递Translate 还有一个替换Exchange 那么这三个基本的意向 其实确实也提醒在我们对于翻译的一个日常理解之中 但这里我还想强调一点是 刚才这三个材料里面其实都含有一个什么呢 边缘对于中心 遗迪对于中华 野蛮对于文明的潜在的事件外 因为这里面进行这种翻译行规的主体 是默认为使用古典汉语的中国之名 而是中国之名去传四仪之语 而不是反之 所以这个翻译和我们今天说的翻译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一个有固定 既定方向的 在中央表现边缘 在文明中表现野蛮的这么一种方向感 而不是一个互惠的对称的状态 那我们现在想一想 我们刚才说的《阅人歌》这首诗 并不是阅人翻译的厨语 而是文化程度更高 地位更高的处语翻译的乐阁 它符不符合古文献之中对于意义的这种限定 它是符合的 我们接下来再看《楚说之》 由于翻译它其实具有不限于一个单纯的translation含义 还有传递的意思 有替换的意思 还有用中心去表现边缘 用文明去表现蛮荒的意思 所以我们这里的《楚说之》 也不能简单理解为用《楚语》去翻译乐歌了 我们暂时可以把它处理为 以某种《楚》的方式去呈现它 我们用一个比较宽泛的一个phrase 一个短语去替代翻译这个词 那么什么叫做《楚说之》 这个《楚》指的是什么方式呢 是一个语言的形式吗 是一个语法的形式 还是一个诗学的形式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并不知道 如果我们要知道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去更加细致的去考察 这首《楚语》的意思本身 我们把这首诗做一个形式上的分析 一个文本系图一样的分析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呢 我有列出一个AABBCC 对吧 这个我指的是这首诗的一个押韵的格式 比如说刘和舟它是押韵的 尺和子是斜韵的 支和支是斜韵的 所以它采用的是一个偶数距离幻韵 或者说两距离幻韵的基本格式 这个呢 在我们今天所了解的 楚词体的格式之中 是一种很常见的格式 它既然是一首《楚语诗》 我们最好的方式是把它和 楚词这么一个文集中的诗歌的题材 来进行一个对谱 来考察这个楚说之可能就有什么样的海译 但总的来说 这首诗给我们一种 又熟悉又新颖的感觉 为什么 它没有放在《楚词》里面是有原因的 因为它和《楚词》有一些系统性的差别 比如说它的前四句 它的句子的长度 其实在《楚词》中是很少见的 《楚词》已经是《先寝师歌》中 句子结构比较长的时候 但是它更长一些 但它又有很多 让它感到熟悉之处 我们对于它的句法结构 作为一个拆分 我后面用一个节奏的形式 比如说 金锡和锡锡千锅中流 它可以拆分为一个2加2 金锡和锡 加一个锡字 然后又是一个2加2的四言句 千锅中流 用这种方式 对它做一个形式上的分解 那么分解之后 我们去看这个句法结构 发现 第一个我们刚才谈过了 它采用了《楚词》中常见的两句 或者说是偶数句 一换运的形式 第二 虽然说它的前四句的长度 是超出一般的 除词体 除歌体的长度的 但是经过拆分之后 你会发现 它大体上是通过中间的 一个虚词 C 来将前后 两个相对较短的四言句 的句法 或者是六言的句法 合并在一起的产物 而这些六言和四言的句法 这是我们熟悉的部分 就比如说 这个2加2 无论在诗经 还是楚词里面的四言句 都是它最标准的一种节奏型 弯弯 鞠躊 在河之中 窑窕 淑女 君子老全 这是我们最熟悉 最舒适的2加2的四言句法 再比如 我们看 第 四句的 这个 心情玩而不觉C 它是一个3加X加2的句法 对吧 是一个六言 我们不看这个C字 R字它是一个虚词 可以是R 可以是知 可以是C 它是一个断态的地方 而3加X加2 这个六言句 它是整个处词 这部诗集之中 最常见的一种 句法结构 所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它其实又是把一些 我们很熟悉的 中国古典诗歌的 节奏型结合在一起的 产物 这是刚才讲过的 那么 最后两句的 第五六句论 山有木西木有之 西音乐均西均木之 它的句法结构 和刚才说的这个3加X加2 有一个细微的变化 它是3加X加3 对不对 3加X加3 这个句法结构 在处词之中 相对来说 没有那么常见 但是也有 比如说 处词九歌之中有 原有止息 李有难 思君子息 未敢言 也是一个3加X加2 比如说生计 死息 神以灵 魂魄一息 鬼鬼雄 处词于博商 但并不多 不是很多 尤其是处词九歌之中的 这个原有止息 李有难 思君子息 未敢言 我们看到它不仅在句法上 而且在结构上 在这个书型表达的形态上 和这两句是很相似 都是上句 都是3加X加3的句法 都是上句言外在意向 下句言内心的 忧郁的情致 而且这种抒发的方向 是一样的 这种被压抑的状态也是一样的 这种借不其心的手法也是一样的 那么刚才呢 是我们拿它和处语 拿它和处词诗歌的句法节奏 做一个对比之后 得出一个结果 我们大致才可以说 它是又熟悉又新颖的一种存在 接下来呢 我们拿它和另外一个文本做比较 下面这个文本 各位发现了没有 它好像也是一首诗 但是它是由一些奇怪的字符构成的 下面这些字符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它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 在说月子中记录下来的32个音译 由这些音译组成了一首和乐园歌这首一时相对比的另一首诗歌 那么这样一首诗歌是怎么来的呢 这里呢要提到一些语言学上面的工作 虽然说古时候的乐语已经消亡了 但是它会留下一些语言的痕迹 根据历史比较语言学这些普系的方法 它可能在今天的壮代语族 甚至一些啊 壮代语族是一个那些汉藏语族一样的 一个很庞大的语言系统 它流散在很多的分支很多的方言里面 甚至可能还流散在一些南岛语族里面 那么现在的语言学家 他们就根据这些汉字的读音 因为这个读音是可以被大致的重构出来了 然后呢 把它们去和现在可能作为古粤语的后裔的那些语言中的字词 做一个对比 当然这里面涉及到特别繁杂的语言学的工作 我估你进行一个完整的复述 它们自己的重构也是有一些差别的 但总之根据这个重构 一些语言学家他们就提出了各自的一个什么 所谓的原始版本 原始版本的什么呢 越南歌 在这个意义上我要强调原始版本的歌 虽然说他们对于很多字词的解读是有差别的 但是我这里取他们的一个最大公约数 就是他们有共识的部分 他们有共识的部分 来去和我们今天读到的书院中的乐人诗 乐人歌做比较 我们或许可以看到在这个翻译的过程之中发生了什么 有哪些原本属于歌的内容 其实是被舍弃了 有哪些原本歌中所没有的东西 是在3D的过程之中添加的 这是我的一个思考的过程 那么在现代语言学的这些重构的版本里面 我选择的是郑嘉东尚邦先生在1991年的一篇 英文文章里面 语言学文章里面 他所提供的一个重构的版本 左边是原始的汉籍基因 而右边是他重构出的这首诗的意思 这首诗的意思我们粗越去看 假设我们假设这个重构是大体准确的 那么我们把这首重构的诗和我们读到的这首汉语的意思去做比较 会发现一些联系和差别 它的大体像是类似的 重构出的乐人歌也是设置了一个情境 在一个夜晚有一个我在谣传 我呢感到对于跟我同舟的王子的 也就是那位大人的爱慕之意 也感到大人所不嫌弃我的卑微而感到欣喜 而我心中呢藏着对大人的这种爱慕 乍听之下好像和我们今天读的乐人歌是表达的同一个场景 同一个意思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 乐人歌就是对那首谷歌的一个完美的忠实的翻译呢 也并不是 这就是提到我们要谈的他们之间的差别了 这里我highlight了 我们现在要比较的部分 我们关注一下两个版本的开头 在乐人歌之中 我用乐人歌或者我我现在用乐人诗来指代乐人歌好不好 用乐人诗跟把它跟那个原始的歌区分开吧 在乐人诗的前两句是金兮和兮兮千周中流 然后紧接着在相对称的位置是金日和日兮德与蒙子同时 他同时提到了两个时间的环境 一个是夜晚 一个是白天 对吧 那么在这个被重构的谷歌里面 时间元素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一开头的夜晚 all the finite 只有夜晚一个元素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意味着在楚说之的过程之中 在这首古典汉语的意识当中 终加了一个实际元素 就是金日和日 为什么会增加这个元素 如果我们拿这个去比较 楚词中的一个反复重复出现的一个结构体 就是朝如何如何 西如何如何如何 朝千皮之木兰西 西兰周之素 类似这种朝夕并列的语法 俱法在楚词中至少出现了十几次 都在遗糟中出现了四到五次 可能都不止 那么可见 这种时间上的并列对称 以朝夕对立 以夕日并列对称 是楚说之的一个内涵之一 或者说是楚语诗歌 楚词体诗歌所包含的一个 节奏结构性的元素 虽然说乐歌之中并没有这个白天的场景 但是在翻译之中却 出于自身的形式和习惯增加了一个预定元素 这里面就发生了一个不是跨语剂的现象 对不对 因为这个元素是怎么发生的 是在楚语之中它内语剂的发生的 它内在发生的 它是intro灵活 而不是trasping活 第二点 我们看这首诗的结尾 也是可能是这首诗最广为称颂的一个部分 山有目兮目有之 心悦君兮君不知 是以山之有目目之有之 来衬托心之悦君而不为君所知 还利用了知和知的一种谐音双关的关系 但是在重构的谷歌之中 只有一个最后的书情表达 Hidden forever in my heart It's my adoration and longing 就是在我的心中 是有对您的有什么 爱慕的思念 它只对应于 乐人诗的最后一句 就是那个主题句 我心中藏着对你的爱慕 它没有的部分是什么 是它的前面的成分 就是一个借景物以起心的 一个对称的成分 这个成分山有目兮目有之 在原重构的乐歌中是没有的 换而言之 这个红色步段也是在 所谓翻译的过程之中 被重新加进去的 我们怎么理解在这个翻译过程中 发生的这种变化 怎么理解在翻译过程中 所实现的这种意义的堆积 或者说是新增的 这个涉及到了接下一个东西 我们尤其可以看看最后这两句 因为它是整个乐人诗中 这个案例之中最广为称颂的部分 知和知这两个词 我们允许我们做一些比较深入的 这个细读的话 它其实都渗透着一种情感 什么情感 它是从某个特定的根源那里 无论是山木还是从人心的深处 生发出的一种渴望与外部建立联系 渴望与外部有所延伸的一种动静 一种motive 但是这个motive它在自然物那里 体现为山和木 山木的一个自然的生长 它生出了这个值 可是在我心中 试图向外延伸和你建立渴望的那种联系 是被我压抑了的 是处在一个压抑而不为人所知的状态 这样一来自然和人之间的那种既联系又对立的状态 就很微妙的被表现出来 而通过处诗的一种在翻译过程之中的创编 或者是再创编 recomposition 这个原始之歌的内容和意义 在一定程度上它就被改变了 它用来迁就于一个在处词之中 在处歌之中很喜欢使用的一种对称性的美学 本来只有夜晚 但是在一个对称性美学的要求下 就变成了夜晚和白天的对称了 本来只有我心对你的思念 但是在一个对称性美学的要求下 就变成了什么 从山之有目 从山有目目有之 过渡到心悦君君不知 又是一组对称 而这种对称性的需求是原歌中没有 而是在古典汉诗歌 在厨语诗歌之中 积蓄的一种我称之为传统的东西 这就是引申到 从歌诗的比较引申到 我来看第三个关键词 什么叫做这个所谓的参访 这里我再引申一个问题 乐歌之中它本身它不含有这种对称性 而汉语诗歌之中追求这种对称性 政治意义上的不对称性 就是这个作为古汉语载体之一的这个楚国的文化 楚国的语言的文化 它和这个处于弱势地位的 不能为自己发生的没有语言文字系统的这个乐人 他们之间又具有一种不对称性 这种语言文化全力上的不对称性 导致其中一者的语言能够很自由的去渗透和出入在另外一个语言之中 这是一个我们可能会引申出去的话题 那么关键语语这个案例 它如何去有助于我们理解翻译的理论问题 在上述的过程之中 我们可以说原始的乐歌 它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所认为的一个需要被翻译的原始作品 它不是作为一个完整的原始作品 而被处理和对待 它是一个柔和的意义 柔和的声音 柔和的一种整体感性经验的一个复合体 我们这就可以说在翻译过程中是结构了这个复合体 仿佛是给了一个另题作文 给了一些可以用来使用的元素 但是这首翻译它之所以产生 它是在处语的母体上产生的 它是在处语的形式处语的意向 处语所习惯使用的那种书情方法里面产生出来的 而不是一个逐字逐句的追求忠实准确的翻译 这个理念其实可能就不存在于当时那个时刻当中 所以我想说的是处诗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异作 它只是将乐歌中的一部分的要素 比如说这个时间和环境 这个基本的主题 这个承传的这个动作 谣传的动作 这些元素和一些歌中所没有的 但是在处文化中在处诗歌中 已经故意存在的一些表达传统结合起来的产品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过程之中完成了 我们称之为处说之的一个视线 处说之的一个世界 那么除了我们去比较阅仁诗和阅仁谷歌之外 我们如果单独的去看阅仁诗的最后两句 我们还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山有木稀木有之心悦君起君不知 这是这首诗最广为传颂的部分 但为什么这两句会特别广为传颂 会为什么产生一种熟悉的感觉呢 因为我们把这两句作为一个表达的集合体的话 作为一种结构的话 它其实不仅仅出现在约仁诗这一首诗里面 它在中国早期诗歌的很多的地方 都有它的变体 都有它的不同形式的视线 它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有密度的 而且可以自足的传播 自足的继承的一个集合体 溢出于当前这个具体的诗歌的案例之外 我们举一些例子来看 比如说 我始终是把这个山有木稀木有之心悦君起君不知 是放在左边的 而右边会列出一个跟它对比的部分 诗经小雅小韩这首诗中有这么一句 这么一段 必理坏木即幼无之心之忧以宁抹之之 它和山有木稀木有之心悦君起君不知有一个公同点 也都是以木知和人心的知觉相对应来看的 当然后一首诗里可能还有一种政治讽语的意图 但是这种对应性我还是可以看到 就这种句法层面的 意象层面的 以及语音层面的类似性 我们是可以看到的 更直接的一个案例来自于 处词九哥 相夫人 这两句虽然说 原有止息李友兰 思君子息魏感言 虽然说它并不是 使用知和知的谐音 并没有使用这两个意象 但是呢 它们的句法结构是一样的 都是3加X加3 3加X加3 所以这个句法在处词中没有那么常见 并不是特别常见 虽然有 第二 二 它们的这个语意的结构是一样的 都是上句说的是什么呢 在自然界有某事物 它是附着的状态 原有止 李友兰 对应山有木 某有止 而第二句 我们称之为一个抒情主题句 都是一种 我对于您 我对于君 有爱不思念 但是呢 压抑着没有表达出来 不敢言和 不为人知 也是一个意思 所以这两句之间的 这个对应性 其实可以说是更加的明显一些的 而且上下去也都是压运的 我这里是列出了他们的这个 被重构出来的 武汉语的读音 O-C就是O-Chinese的意思 后面是一个 通用国际音标 我们把不光提到 换卫古诗 魏文帝曹帝的善灾行 这首岳辅诗里面呢 有一个和 有一处和 乐人诗非常类似的表达 高深有牙 凌目有之 悠来无方 人莫知之 这一句可以说完全就是 这一句的这个表达体 在四年乐辅诗这个 诗歌题材里面的一种 遍体和实现 它的对应性是可以一望而知 乐辅诗 南朝乐辅诗里 依然有这种知之谐音双关的 一个延续的表达 山中位数自有之 心中方寸自相之 这是吴君的行动 山中位数自有之 和山有故性 无有之的类似很明显 那么 心中方寸自相之 其实 自己知道自己 不就是 不被别人所知吗 他和这个 乐人诗的这两句的 表达结构和语意 依然是一致的 同样吴君的商有诗 可见他是很喜欢用 这个知之的 这个写生双关的 可怜贵树之 淮芳均不止 也很类似 目光还可以报道长一些 哪怕到了 作为以声 以声填词这个文体 这个唐宋的词里面 文庆语 心事尽谁之 月明花蓝之 这里呢 知和知的关系 做了一个上下的颠倒 但依然是 以花之满枝 木之满枝 来去反称 和对照于 心事的 估计 不为人知 不为人知 或者说是 只有几枝 甚至在我个人的作品里面 也会不自觉的 使用到这个枝和枝的对异 这个是我在做这个研究的过程之中 突然想到的 因为我自己填过一首菩萨栏中有一句 光景异华之 悠怀人莫之 在我填这句的时候 我甚至是没有 脑海里也是没有想到 什么山有木心 木有之 心悦定习均 不知的 但是这种 知和知之间的谐音双关 好像是一种 以无意识的方式 渗透在了 我对于十何语言的一种 控制的层面上 那我们怎么去理解 这样一个表达体 我们称这个表达体 它明显有一个溢出于它所在的 那首诗之外的一种 传播力和影响力 对不对 它有着一个 脱离这首诗之外的自身的历史 这可以成为我们去理解 中国高潮系 古典时刻的一个 很有帮助的一个方法论的视角 就是不以诗篇为单元 但是以其中的某一种结构 某一种表达体 作为一个观察的对象 去发现这种护文性 我们现在再来回到 对于这个案例之中的翻译 这个词的理解 翻译这个词的理解 如何用这种意的古典概念 和发生在这个案例之中 那个非常特殊和具体的 这种差异联系起来 他们互相说明了什么 在进一步探究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用一种他山之石 可以公寓的精神 我们看一下在西方文论里面 对于什么叫翻译 有哪些的理解 今天我们不谈很多比较枯燥的 学术上的对于翻译的理论化的理解 我们用一种感性的方式 还在用比喻去理解什么叫做翻译 偶像会更有趣一些 那么在西方文论中 对于什么叫做translation 是有几个经典的比喻的 这些比喻也不是单个存在 也都是和这种文化系统有关系 左边是预体 右边是意义 有很多的人会把翻译理解为 是一种交通的载具 比如说轮船 比如说马车 为什么翻译可以被理解为这种交通运输呢 这就跟书文解字说 意义是传是一个道理 它都是把翻译理解为一种 搭载着 负载着一定的人或者是货物 从此处运到彼处 也就是从一个来源里 运送到目标里的那种行为 所以它所取的寓意是运输 还有旅行 还有一个经常使用的 很有影响力的对于翻译的比喻 叫做不忠的美人 把翻译理解为不忠的美人 是什么意思 是说这个翻译 它并不忠于原文 它不是一个忠实的直译 尽管这个翻译书的文本本身 它可能是优美的 也是翻译之中 我们经常说的信雅达三的原则之中的 对于性和美这两个原则的一种组合 这个不忠的美人就是专指 用忠实于原文的标准来看 那些不忠实于原文的翻译 就是不忠的美人 也有人将翻译理解为一种绘画 因为绘画之中是存在一些不同的风格的 有的绘画偏重于写实 有的绘画偏重于写意 有的绘画偏重于形似 有的偏重于神似 但这里依然是从一种从A到B 把B做为A的一个投影和写照的这么一种思维框架 再去理解翻译的问题 又或者可以把翻译理解为是一个灵魅和巫师 这个翻译者他就好像是一个独自能够理解和感同于 原本我和大家所陌生的语言世界 然后呢从那个语言世界之中获得灵感 把他把那个抽象的语言实现在一个具体的语言里面表现出来 这是一个类似于灵魅和巫师族 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些翻译之中 这些比喻之中你们喜欢哪一个 或者在这些比喻之中你觉得哪一个和我们现在在讲的 约人诗的案例比较接近 又或者他们是都不接近 给出这些比喻有什么翻译意义 这里我想说的是 刚才我所提到这些比喻 尤其是叫《通工剧》 尤其是《不忠的美人》尤其是绘画 他里面的一个潜或者是这个灵魅巫师 他的潜在的预设其实是一样的 都是把翻译理解为是一种 从一个来源语到一个目标语 这么一种从A到B的过程 换而言之他假设是什么呢 在这个比较经典的翻译观之中 有一个基本的预设 就是在来源语和目标语之间 存在一种被假设出来的对称性 一种hypothetical equivalence 因为你假设存在一个对等性 所以你才会用A去翻译B 然后你才会去评价A对B的翻译 准不准确的问题 这一切都是在这么一个比较经典的 假设基础上产生的 但是我们今天所谈的乐人诗的二例 他在某种意义上他不满足于这个假设 所以我们也不能用刚才这套B 我们不能说乐人诗是一个交通工具 我们也不能说他是一个美人 或者是一个不忠的美人 因为这个前提都不存在的 我认为在这里发生作用的是一种 互为彼此的翻译和创编 翻译即创编创编即翻译 他们互相渗透在彼此之中 我把它理解为这种translation as composition 你也可以反过来说composition as translation 所以他不满足刚才我所说的种种 比较经典的翻译观念 而从乐歌到楚诗 我们这里是强调的后者 因为这个乐歌 几千年来是没有人去理解它的翻译的 只有到了现代语言学家的工作 才把它隐隐约约重构出来 换而言之实际上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中 发生影响的其实只是那首翻译 对吧 只是那首翻译 所以我们只看这个翻译 我们就只在一个内语记的环境下去看它 一种introlingual的环境下去看它 而这首翻译出来的乐诗 它本身成为了一个更大的诗歌传统的一部分 这个诗歌传统包括了我今天所认知的诗 诗 骚 风 雅 楚词 整个这些被我们认为是古典汉诗歌的传统 这一部分 而乐人诗和这些传统之间的联系 我们刚才已经验证过了 它们里面的这种对顺感 这种朝夕的对立 这种吱吱的谐音 这种关联性的宇宙的图景 都是和这个古典的诗歌传统 它们发生了一种凝聚集合的作用 它们是互洽灵温 但是这一个很庞大的诗歌的系统 古典诗歌的系统 我们又怎么样去理解这个系统 它是不是一个故意有之的 不断被继承下来的一个超越经典的东西 就是越人歌的这个案例 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的 朝夕并夜的结构 也许本来很多的诗歌 并不是使用这种结构的 可能有的时候只提到了夜晚 有时候只提到了白天 但是在这些诗歌的破碎的碎片 集合在一起的那过程之中 它们产生了一种向心力 就好像在越人歌这个案例里面 我们看到的现象一样 以至于我们今天我们所认为的传统 就变成了一种 充满了很多标准化的城市的东西 会有一些习惯性的朝夕对立 朝夕并夜 那么吱吱谐音也是这样一个道理 我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越人歌的案例 越人歌的问题 越人歌并不仅仅是被一个已经存在的 一成不变的诗歌传统所吸纳了 没有这么简单 而是它的变化过程本身就显示了 这个传统它是怎么形成的 可以作为我们去以见微之处的理解 整个古典诗歌传统 它怎么被标准化 怎么成为它自己的过程 一个透视它的轮静 那么允许我这里就是一个稍微学说点的语言 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楚诗还有它其中一些个别的语句 就是直直谐音的那个部分 这些个别语句的形成和流步 它是在内语界的方向上展开的 也就是说它本身就参与构造和强化了一种 恰恰是在这种实践之中发展起来的 越来越公共化 越来越成为诗歌母体的诗歌语言本身 它强化了参与了构造的这种传统文身 那么这个传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 作为诗歌创作美界的古典汉语 还值得强调的是 这个作为一个诗歌公共的母体 公共的传统的古典汉语 包括它的一个书写的系统 它不是一个超然于历史经验而存在的东西 它本身就是在历史中发展起来 而且越人歌这个案例所发生的时间点 就是在古典汉语诗歌古典汉语的文献 正在累积定型的那个时间点上 我们这里再强调一下 这首诗出现在哪里 它不是出现在先行文献里 而是出现在帝国早期 就是西汉时候的 由刘相编撰的说乐 而刘相它所参与的整个文化的实践 它的对于古代图书的编辑 对于古代诸子学说的整理 它也是这种不断趋向中心化的 大一统的文化建构活动中的其中一个环节 那么整个这个所谓的诗歌传统 其实是从先秦时代开始 但是尤其是在秦汉大一统的时代 通过一些对于以往文献 以往传统的吸收排斥标准化定型化 通过这样的一些文化实现 来强有力地变成它自己 强有力地成为了我们所理解的 混连一体的古典中国文化 古典中国诗歌 等等这种概念 这是我今天想借这个小小的案例 所以这个小小的诗学片段 所去尝试激发的一种更加批判性的思考 我们做一个再做一个理论上的比较 怎么去理解这个翻译的问题 这里呢我使用的是 文雅明的一个关于翻译的一个很有名的理论 他有个文章叫做什么 The task of translator 益者的责任 益者的责任在他看来是一个很类似于灵媒 类似于巫师的一个责任 It is the task of a translator to release in his own language and that pure language that is under the spell of another to liberate the language imprisoned in a work in his recreation of that work 他这里使用的一个 他这里传达了一个观点 其实非常的高深了 他说我们所使用的一些具体的语言 比如说汉语 比如说英语 比如说粤语 这都是具体的语言 这些语言像囚龙一样 他都是束缚了一个纯粹语言 就是一个pure的语言 所以呢他把翻译并没有理解为是 从语言a到语言b 而是说他认为存在一种纯粹语言 他是被分别囚禁在语言a语言b之中的 而翻译者的责任是把那个被囚禁的 纯粹语言解放出来 从任何一种具体语言中解放出来 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去实现它 去表现它 这是梅亚明的一个翻译的观念 这也是哈佛大学的David Demerage教授 他提出的一个世界文学和翻译文学的理念 他说世界文学 他很想看什么叫世界文学 他说世界文学呢 他认为世界文学并不是说全部的语言的文学 合在一起就叫做世界文学 他认为世界文学主要指的是一种发生在过程之中的 尤其是翻译过程之中的动态的文学 它的意义在于一个文学从它的原始的出生地离开之后 开始的一个意义的旅行 也就是翻译 他对于翻译的观点是比较积极的 他认为文学在翻译的过程之中总是会得到更多 而不是识取 这个得到是不是有点类似于我们刚才所说的 从乐诗从乐歌到褚诗这过程之中出现了那种意义的增加 出现那种诗歌表达元素的增加 它是得到而不是诗取 如果我们执着于认为一种以直译为标准 以忠实于元作为标准 那么我们就会强调翻译的本身的那种错白 我们会强调翻译歪曲的原文 我们会强调翻译中损失的东西 而不是强调在翻译中得到的东西 这两种观点其实从这个文雅明到Dangrush 他们对于translator 对于translation 都是有一种很积极进步的观点 和我们刚才所指的 看到那些交通工具的比喻 和那个不忠的美人的比喻 好像他们构成了两种不同的翻译的理论和预设 但是这种积极进步的翻译观念 是不是就是可以完美的用来解释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案例呢 其实也不是 因为这种比较理想化的翻译观念 他忽视了在翻译这个过程之中所出现的实际的权力的不对等 忽视了这里面发生的确实可能发生的对于原始作品的遮蔽和损害 他们又像这一点 所以我们能不能够直接的用一种理想化的方式 把翻译理解为是某种形式的获得或者理想 或者某种形式的解放呢 其实是不能够的 因为任何形式的解放也好 获得也好 他都是和一些特定的知识权力系统化的控制是不可分割的 那么在当前的这个案例来说 这种知识权力上的系统性的不对称性 就体现在汉语和粤语 或者说是主文化和粤人的文化 书写的文化和口头的文化这种 我们之间的这种hierarchy 这种等级性 这种不对称性 因为如果不是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遇 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做比较 我们甚至根本没有机会去 在任何意义上去猜测原始是什么样子 这一切是很偶然的 偶然的被记录下来这个读音 偶然的有于现代语言学家 根据一些碎片化的材料去重新拼凑 我们才能够去依稀的做这种比较的语音 整个这个比较的文献基础 研织的基础就说明了这种 知识和权力上的不对称性 所以呢 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翻译来讲 本雅明所说的那种解放 对于纯语言的解放 或者说是Demrush说的那种获得 他都不是一种自动被承诺的一个前景 不是那种很乐观的东西 上面这些批判性的思考 我希望是可以有助于我们去理解 古典文献之中 义这个概念 它本身所蕴含的一种潜在的含义 理解它的根本上就体现出一种 语言文化和身份上的不对称性 因为传似疑之语才叫做义 而不是反过来 那么对立于本雅明和Demrush是一种比较乐观的翻译理论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还可以去了解 两个在翻译研究 或者说是比较文学研究之中 有一定影响力的术语 一个叫做不可异性 Transitability 认为语言尤其是诗的语言 它本身是具有一种抗拒翻译的倾向 因为翻译会受到政治的文化的霸权 语言的霸权的一个影响 还有一个关键呢 世界文学 World Literature World Literature 它是最早由歌德提出来的 德国的这个伟大的诗人 文学家歌德提出来的 那么在歌德的影响之下 这个主题 这个概念始终到今天还有一定的生命力 但是它也有很多被勿用的危险 有的人会把世界文学理解为 是一个很庞大的经典体系 它里面按照一定的比重 吸纳了世界各个不同民族 不同语言的文学 这本身就含有这种 全球化时代 自动主义时代 的一种文化生产的密码 那它本身就已经遮蔽了很多 潜藏这些语言背后的一种暴力 当然也可以说 世界文学不是这么一个庞然大物 世界文学是一种过程 世界文学是可以在微观之中 发生观察体验的一种 一种方法 这也有道理 比如说戴弥洛的世界文学观念 是比较积极的 是比较乐观的 但这两者之间是有一定的冲突的 这里我们不做过分的展开 但我想就戴弥洛这个案例 我想多说几句 如果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案例理解为一个 世界文学的案例 的话 如果说 如果说世界文学依然是一个 有前途的有意义的方法的话 那么我希望 我们不把这个世界文学理解为一种 服务于全世界 服务于全球的 一种普遍的话的工程 它不是有很多个别的单语文学 听凑成的一个庞然的大物 不存在这个东西 其实根本就 而相反 世界文学这样一种方法 它可以有助于我们开放的探究 每一个 每一个 所谓的单语文学 它本身 作为一个运动者的产物的历史 在今天的语境里面 我认为这个需要被批判性对待的 单语文学 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汉语诗歌 汉语文学 我们今天已经把它的意义压缩 为了一些单语文学 但是在这个单语文学的形成过程之中 可能发生着跨语系的实践 可能发生过内语系的传统 对于跨语系实践的一种 一种吸收和一种压缩 和一种改造 悦人歌的例子可能显示了 有更多这样的可能性 在汉语诗歌 汉语文学的形成过程之中 起过作用 发挥过影响 这样一种观点 会有助于我们去想象一个 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 在另一个层面上被大一统了的世界 今天这个大一统的世界 是全球化思维下大一统的世界 它折叠了很多已经消亡的痕迹 它把这个世界理解为很多 特别文化 特别语言的加法 一个总和 可是在每一个单语文学的背后 又曾经有了它自身的一个 复杂的世界 一个过去的世界 它自身就还有一个 一个复杂性的过去 我可以提出一个 plural pastness 比如说 没有演示间 对 还有多长时间 还有加近一个小时 好的 我刚好 我现在讲到一半 好 刚才呢 我们主要讲的是 从翻译 作为 以翻译 作为一个 基本的理论视角出发点 来探究这个案例 那接下来 我们把目光移到 这则 这个案例 它可能还包含那些其他的 可供探讨的维度 比如说 这个案例之中 是不是还有一些 关于早期文学的 物质为借形态的话题 可供探讨 它是不是涉及到一个 口头和书写的问题 另外 它是不是反映出了一种 文学的社会学的问题 这个社会学涉及到 一首诗歌 它在发声学的意义上 在接受的意义上 它涉及到的一些不同的 阶级性的东西 性别人的东西 它和口头与书面的问题 也是不可分割的 我们回到 《巨大力》里面的关键词 一个是乐人本身的歌 它是一种口头性的表达 至少文献是这个告诉我们的 第二 在一个书写的维度上 它又被凝固稳定为了一首 我们可以在文献上去读到的 一个作品 对吧 那么这里面还有着一个 口头和书面 两种文学形态的交集和互动 一个比较简单的思维 这个思维其实在我们研究 早期古典文学的过程里面 是很常见的 认为 早期古典文学 它好像存在了一个 从口头文学 逐渐过渡到书面文学 从民俗文学 逐渐地被提炼为精英文学 好像存在了这么一个思维的预设 大家肯定也过多或少接触过这么一种论述 比如说认为 诗经中的一些 尤其是国风中的一些诗篇 认为它本来是来自于民间歌谣的 是 然后呢 被采集了起来 然后被编辑了起来 被标准化了之后 成为我们今天所读到的这个诗经 准确的说是毛诗 诗经中的其中一个版本 这样一种从口头文学 民俗文学逐渐提炼过渡到书面文学 和亚文学的预设 他自身是有问题的 假如说我们贸然接过这个预设 来去理解 乐人歌 好像也能发现这么一个画面 先有一个乐人之歌 对不对 然后有一个相对精英化的阶层 相对精英化的阶层 听到这首歌 某种意义上把它采集了起来 然后用一种雅化的方式 用一种储说之的方式 对它进行熟悉的演绎 变成了一个书面上可以认识的作品 仿佛的存在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 乐人歌它介于口头之歌和暗孔之诗之间 这种两重性 我认为它不能够被简单的理解为 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的一个演化 它不是一种线性的从A到B的演化 相反 如果说我们要充分的理解这个案例 我们要理解到 早期诗歌的生成过程之中 存在着口头的元素 记忆的元素 还有读写的元素 它们之间彼此互相作用的那种 互相的循环的转化的作用 比如说 在这里呢 其实 如果说我们用一个文化人类学的视角 来重新的去叙述一点这个故事 大概会得到一个这样的故事 有一个口语社会的成员 也就是乐 这个古代的词曲 这个口语社会的成员 它有一种口头的歌唱表演 这个歌唱表演 它构成的是整个翻译也好 创编也好 这个过程的最初的一个诱因 它是一个事件 简单说 它是一个事件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口头社会 Primitive oral society 在这里 这个是有 这个学术研究支撑的 就是我们称之为古越人的这个族群 它们本身是没有一个书写文字系统的 它们是一个口语社会 我们把口语社会 我们是把所有没有发展出 独立的书写系统的社会 就称之为一个口语社会 今天在世界上也还有很多这样的口语社会 它们也有自己的 口头的文学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一个口语社会成员的歌唱 构成了整个月人诗的生产过程 最初的诱因 但是 它恰恰是通过一个书面化的文本为界 也就是说院 当然说院可能自身它又有一个取材的来源 我们并不知道 但总之是一种书面化的文本为界 还有记录构成了这个故事 也构成了它所内嵌的诗歌文本 它得以流传并且获得了意义的基础 因此我们很难去单纯的说 它是以口语为基础 然后被书面画的 我们何尝不能说它其实是以书面为基础的 因为书面文化是我们今天阅读它 来理解它的一个真正的基础 一个真正的物质基础 甚至这个故事可不可能是完全虚构的 它是完全有可能的 然后古文献中有太多的这种被拟构出来的 这种口头的画面 口头的故事了 有太多被拟构出来的 实际上可能并没有被发生过的这种对话 从诗歌到哲学语录到历史三文 这个论说中充斥着这样的元素 我们不要忘了说愿本身 它不是一部诗歌的总集 它是一部故事的绘编 它是一部修辞学的著作 不是一部诗歌著作 即便它所记录的这个故事是真实的 我们也依然要说 是一种被技术化的 本身就被技术化的读写系统 去内化去循环去转化这种 基于口头和听觉的经验 有人唱一首歌 有人听到一首歌 根据听觉的经验 听觉的记忆 把这种被听到的内容 重构为一首可读的诗 那什么是基础 这里面什么是本体 什么是辅助的 什么是源头 什么是后来的 其实 其实是说不清楚的 他们共同的融入了一个更大的 语言和文学的一个团流之中 这种复杂性 这种互相渗透性 我想才是我们理解这个案例的关键 除了口头和读写之外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记忆因素的作用 因为是存在一个创造和保存所有的 语言记忆和文字记忆的这种机制 它参与在我们今天所处理的 《月人歌》《月人诗》的这个案例的每一部之中 有人唱了这首歌 但是这个歌不会被自动的记录下来 实际上通过一种有意识的保存和记录它的行为 和一种记忆的机制 它才被记录下来 是先被记下了 然后才被翻译的 是先被记下了 然后才把它的读音转写在文本上面 是因为存在一种对于语言 对于诗歌进行记忆的文化极致 我们今天才读到这一切 这是不同层面的记忆 除了口头的作用 书恋的作用 记忆的作用 这里还有一个特殊的声音的作用 这种声音它是处在一个口头和读写 两个维度的一个集合点上 什么样的一个文本现象体现了这种声音元素 在书面层面上的一个凝聚的谐音的现象 谐音的现象 所以在这个案例之中 通过支支之间的谐音双观 谐音双观这个现象体现了声音和意义的融合 而这种声音和意义的融合本身就像我们揭示了一个书面的诗歌 它自己含有的那种听觉的维度 这个听觉的维度是和整个诗歌在早期的一种表演的传统 或者是一种口头的传统密不可分的 而恰恰是山有木息木有之 星月君息君不知这个邪音双观的部分 它构成了阅人诗在书面流传的过程之中 整首诗里面最具有耐久力的部分 最具有生命力的部分 最所谓旌旗文学经典化的考验的部分 就是这两句 你可以在完全不会背诵这首诗的情况下 你可以在完全不了解这首诗背后的文献基础和学术基础的情况下 引诵它的这个所谓的精华的部分 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种有选择性的继承 这种有差异性的继承 本身就是诗歌史所内运的一个景观 也是我们去理解古代诗歌的一个题中应有之意 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 学老师我是想留半个小时到最后是一个Q&A 所以最后还有15分钟 我想从一个文学的社会学的视角去理解这个案例 文学的社会学 Sociology 简单的说 它是通过考虑文学的创作和文学的传播 接受过程中的一些社会性的因素 比如说阶级的因素 比如说群体的因素 比如说甚至性别的因素等等 它们都是社会属性 去思考这种社会属性对于文学的作用 以及文学怎么样本物来去强化和塑造这种社会属性 这样一个视角 我们把歌和诗分为两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大概对应于这些社会学的范畴 歌呢代表是一种构图的表演 而诗呢代表是一种成本更高的 以及社会发展成本更高的文本化的重现 歌代表的是古代的乐人 也是中国传统汉语传统之中所构建出的四方之一 野蛮语 而诗呢它对应的是 从楚到汉 这个有一定连续性的文化 从楚到汉 这个连续题 其实构成了我们今天意义上所说的这个中国 地理意义上文化意义上的中国的一部分 对不对 另外 假如说我们还可以说什么的话 歌代表是一种来自于民俗土壤的 或者大众土壤的 popular土壤的一种东西 而这个诗呢 它是在一个由精英主导 由精英控制的一个诗歌和文本体系里 所凝结出来的一个存在 那这是我们可以为这个案例 一种构划的一个文学的社会学的图谱 当然这个图谱还可以在意 和我们刚才在谈一个口头到书面的问题 类似在早期古典文学研究中 还存在一个很多人习以为常的认知和判断 就是认为 早期文学里面还有一种 从大众土壤到精英文化的一种输送的渠道 所谓的上一封画下下一封刺上 所谓的这个无有采释之关 都认为存在一种大众的文学土壤 像上书送着一种文学的血液 这么一种关键 甚至会把一些古代的作品 理解为是一个民间文学 大众文学 那这样一种认知的误区 其实呢是有问题的 因为 传世的早期文学的主体部分 我们可以说 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精英文学 即使大家读到的 具有民间元素的 具有可读元素的诗经中的诗歌 它在本质上是精英文学 为什么 因为 它是一种由精英引导的文化生产的过程的结果 虽然说这些传世的文学和文献之中 有很多形形色色的大众元素 但是呢 这些元素 它并不是直接从大众的土壤中发端的 也不是进入到一个大众文学接受的终端 它的起点和终点其实都不是大众 相反 这些所谓大众的元素 它是和一些其他元素一起通过社会的一个少数的精英群体的组织过滤 以及实际上是被他们所生产出来的 这样一个判断的结论 会适用于很多我们被认为是民俗文学的部分 比如说诗经的国风的部分 比如说处词九歌的一些部分 古月是古诗 古月符合古诗中的一部分 它其实依然满足 上面我们所讲的两条 就是它本质上是由精英筛选过滤生存 也是以精英为它的受众 今天我们要 今天我们谈的月人世代的理念 不是例外 虽然它所构建的场景 是一个我们很熟悉的那个场景 但是呢 它是一个故事 它本身作为一个故事 它是内嵌在两个精英成员之间的 我们不要忘了 为什么会有这个月人歌的故事 是因为贵族装心 向他的贵族君主 相成君 表达爱慕清净之意 所引用的一个故事 是月人歌 可见它最初的这个语言 它这个作为一个材料 它发生的环境 是一个贵族的环境 它的传播的受众也是一个贵族的受众 我们读到了这首诗 这个故事又是一个以精英为受众 以精英为主体的一个文本 就是说乐 因为说乐 又是它更外层的一个 更外层的一个文本 我们最终再回到这首诗 我们尤其呢 去看它这个红色的部分 这两首 这两个在《原始之歌》中 不存在的部分 那这个在厨语和 汉语时刻的传统之中 被获得的部分 今日和日 山有木稀 木有之 为什么我们重新回到这两句呢 因为在这两句之中 你会发现 它体现出的是一种 属于精英的语言习惯 或者是精英化的语言习惯 对于一个没有精英化的 原始语言的一种 有意识 或者是有规律的重写 用一种对称性去取代了 那种不对称性 用一种复杂性去取代了 它本身那种 淳朴 那种简单 那种simplicity 不好意思 而在发生在这个过程之中的 那种吸纳的现象 那种排斥的现象 其实是明显的把我们今天 所读到的《月人歌》这个诗歌 和一般意义上的大众 原声 包括口头 这些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标签 把它区分开 因为我们读的根本就不是一个口头文学 我们读的不是一个口头诗歌的单译 我们读到的是一个 被精英化的语言习惯 被精英化的文学传统塑造出来的 一首又熟悉 又新鲜又熟悉的一个诗歌文文 最后呢 我们再谈一下这首诗的一个 所内运的一个性别的结构的问题 为什么谈这个问题 是因为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最初呢 在同仁为这个讲座做一个海报的时候 他读他使用的是一个女性的表演者 作为海报的元素 但这里面其实就发现 我就发现存在一个认知 就认为《月人歌》是一个女性对男性的爱慕 对不对 甚至我们在一些影视的作品 在一些现代文学的作品 之中还能看到这种性别的暗示存在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这个故事本身 人会发现他里面是不含有这种性别元素的 甚至这个月人 如果你一定要说他有一个性别的话 他其实是一个男性居多的一个性别 不是一个女性 我们回到这个故事里面 我们只看这个内层的两个这个语境啊 庄星和湘成军 这是两个楚魂的贵族 庄星讲的故事 是什么呢 是月人和恶君子曦 但是这个故事中的这两个人是作为 现实中的庄星和湘成军的关系的投影 对不对 是这个同意 而这个关系呢 是男性的军臣之间的关系 所以如果一定说 存在一个性别的话 那么这个月人 其实也更加接近于一些男性才对 至少我们可以说 他的性别是不确定的 可是为什么在一个现代的接受上 意义上 我们会把这个月人歌的演唱 吟唱的主体 不自觉地把它的女性化 这个问题其实在于我们自己 不在于这个问题 在说月之中 月人歌者的性别本身是含混不清的 更准确地讲呢 月人和王子的故事是 被内嵌在一个男性化的叙事 语境之中的 当然 这倒不是说意味着 这个故事里面的月人 也一定得是男性 倒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种男女两性 它在修辞上的灵活性和彼此转化 本身在古典文学中 就是很常见的一个现象 比如说在中国古典的诗歌里面 会经常男性作者 会使用一种女性化的意象 女性化的一个预体 来去表现自己的正式处境 用夫妻关系 或者是男女关系 来托君臣之意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所以说呢 在文本之中出现的性别符号 本身它并不一定 直接等同于作者的性别身份 而它体现出了性别作为一个修辞的属性 它的灵活和它的一个转化 所以真正重要的问题 并不在于 鸽者 事实上是男性还是女性 我们连这个鸽者 到底是不是存在我们都不知道 更不要说它是男性还是女性 问题在于 它在形象的流变过程之中 它获得了一些社会性的性别的隐移 就好像今天 为什么我们会不自觉的 潜意识的把它预设为一个女性 在乐人歌的故事里面呢 当前的那个臣子者 在这个对话之中 他把自己放在了一个什么地位呢 他放在了一个爱慕男性君主的一个 男性的臣子的地位 好 这么一个地位 在中国文学传统里面是经常被女性化的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借这个夫妇男女之情来托君臣之意 臣子自身就容易把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化的符号 这个在西方文学之中其实也很常见的 比如说圣经的产识学传统里面 经常把耶稣和他的教父的关系 比喻为丈夫和妻子的关系 比喻为头部和身体的关系 听起来很奇怪 但是呢 是在他的产识传统里面是近乎于作为一个常识而存在的 而这个常识其实在中国古典文学里面也很常见 而在越人科的现代接受史上 这种被内向的地位状态 又获得了一种新的性别含义 但这一次产生作用的不再是传统道德观念中的那种君臣之意 夫妇之意 而是一个现代化的罗曼迪特式的想象 因为现代的罗曼迪特想象 确立的是一种以异性念为主流的爱情的幻想 所以在看到新月君息君不知的时候 一个自动的默认投射 在现代语境里面 一个默认投射就是女性对于男性的一个爱物 这就是一个现代化的性别的影响 然后比如说习慕容 现在是习慕容 他有一首诗歌叫做《在黑暗的河流上》 这首诗的副标题就是读《月人歌》之后 他在里面是很直接的将这个月人歌 作为一种女性化的抒情主题 投射到他自己的诗歌创作里面 再比如说电影《夜夜》里面是好像引用这个诗歌文的 他是很直接不假思索的 把它变成了一个男性的女性的故事 这都是一种现代的产物 这里面是什么在起作用的 是一个现代的 异性对于主流的这个罗伯尼克想象的起作用 那在上述两种不同的女性化的形式里面 有一点是不变的 就是被那个抒情主体所爱慕着的那个人 所屈服于的那个人 他始终没有变 他始终都是一个军的形象 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男性形式的主人的形象 所以尽管在伊泽文学案例 他的古今传播的过程之中 性别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但是那里面那个被爱慕的核心的形象没有变化 这是我们今天现代社会中可能还要反思的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被虚拟的权威的主体 其实还是没有可能还是没有变化 这是我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对文本做的一个解释 最后突围总结 今天我们是把《月人歌》这个诗歌的断片 放在一个比较复杂的 多角度跨学科的语境里面去加以观察的 而无论我们现在的学术界 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 通过各种各样的语言学的重构 无论我们在多大程度上重建了《月人舞歌》 其实都需要看到 它和《传世》的《月人歌》这首汉语的译诗之间 都不是一种简单的原作和翻译的关系 而是在根本上就显示了 翻译所内涵的一些丰富的可能性 从根本上就显示了 语言文化和权力成的不对增进 好 那么今天的这个lecture到这里为止 谢谢各位的欢迎 谢谢 谢谢 顾老师 他这个通过《月人歌》 讲了很多关于翻译和文大理论的问题 我想这个接下来的时间 还是有给蔡老师有什么问题要讲 你讲了 你讲了 你主持我们的提问 OK 现在 接下来我们这个提问吧 好了 对 谢谢 谢谢 我觉得 那个库老师今天的这个演讲 以这个一个例子 我想对那个 广大的那个听众 尤其是 那个我们的 有的学生 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补题性的一个作用 因为当下里面 就是文学基金界里面 重要的一些范畴 课题 比如说那个 口头 和这个底头 然后那个翻译的 翻译的 究竟是 那个翻译 从一个 那个来源语言 到一个务必语言 这里面转变了一个关系 关系是怎么样 然后还设计了就是翻译过程 文学 这个传播过程 这种权力 这个阶级 然后少数民族 和主流文化的代表 这些关系 都可以 打算勾 也通过这个介绍呢 我想大家一个过程 觉得不能好 但是我提到一个问题的话 要是做一个真正的研究 来说 我们有必要跟那么多的 那些客机挂钩 要是挂了钩的话 反而会冲淡 我觉得要 对哪一个理论 要能够跟它 那个有很好的互动 不光是说 用文本来诠释 更重要的话 这个理论怎么样 来帮助我们 更深入对这个文本 我想 这种 比如说 那个 光是 我觉得这个 越人歌的 那个意义就在于 的话 它的时间性 就很早的 就是 通过这个例子 就展现了 翻译中的问题 翻译中里面的 内传统和外传统的 固度的问题 但是同样的分析 我们可以分析 苏生豪翻译 沙斯比亚 十四航师 他十四航师 那个形式是喜欢的 但是 你们有什么 对我 等等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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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样 就是 你谈的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解释 那个 为什么 我们这么喜欢 伊斯尔帕 对斯京的反应 他对斯京的处理的话呢 就相当于有点 就是 这个楚人 说这个 越人歌的处理 他里面的框架等等 那个 诗歌的组织 是西方文学里面 他自己十分是 鲜熟的 然后 读者起来 所以他就出来 一种 重新的创造 就是他的手法 跟 那个楚人翻译 越人诗 是什么样的 完全 是没有不一样 没有二字 这个 这个例子 价值是在于 他很早 我想 比他们这个例子 都早 你再说出来 就是怎么样 来选择 一个 一个 其实里面 还有很多东西 要可以考虑 他这个例子 实际上 就是 中国传统的 複诗的 一个人选 为什么要複诗 是要寒雪 你要拍马屁 你不要 不要直说 直说呢 你的马屁就没用了 所以 你用一个 乐人的诗 来翻译 来学到各个教育 然后翻译的人 那个 翻译的人 他的手法 也很高 他选了一个很好的 诗体 当然 这是跟楚人王吧 在楚人王里面有不同啊 他没有 离烧的操体 他用九歌 九歌底是有个锻炼 锻炼里面呢 他也会有很多 唤醒你的 呃 唤醒你的想象 而且的话 有一个音乐的节奏 他这个选择很好 所以这里面的话呢 就 其实的话 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的话 我们中国这个 看到他 他对文化里面 他又使用 他也不是 呃 纯粹的这么简单的 就是文人和 呃 文人和 和这个 呃 和民间 口头和 书面 他用的 他选的 都是最带口语性的 九歌底的锡 而另外的话 这里面呢 又看到他 文人的因素在里面 他这一手的 呃 这一手的 那个 呃 那个用的 那个锡字体 他跟九歌不一样 九歌基本上是起来 他这个变化很大 前面四个 后面四个 这种句法 在主持里面 是在晚期的作用 像 在那个 呃 在晚期的 淮南 那个 那一部分 就出现了这种 那个前面四句 那个后面四句中间一个 西来 来 所以这种 抒情性很强的 一个 他很有选择 啊 同样的话呢 他为什么不用佛商 那个 那个三个字 一个西 三个字一个西 他为什么不选 那个 那个 实际上那种奇言四道 比较适合于一种句 而不是这种抒情 啊 其实这里面的话呢 光是那个 传统里面 有很多东西可以发掘 啊 那个 西方的理论的话 它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作品 而且我们这个理解的话 能够对西方作品的那个理论 会产生一种 那个 那种 反作用 啊 我想这样的话呢 这种 这种的话呢 你其实可以 可以考虑 在这方面 你看看 要不要被这个 那个理论文章给做 啊 另外有一个呢 也可以供你参考 就是 关于这个 岳伦 我如果接触过一个就是 李条元 他对 岳峰的诗歌 受了很多 啊 他里面的话呢 有一部分 他就完全是用刚才那个 那个 政策上方的那种说法 就是用汉语 把那个音译 但是呢 那是 那是小部分 其他部分的话呢 他还是 那个按照 斯多元的结构 但是用奇言 所以用奇言 那个效果呢 我觉得就没有这种 那个效果 也好 所以的话呢 这里面的话呢 呃 我想 在这过程里面呢 他对自己传统也是一种丰富 我觉得 像这种 这种 不同变换的 呃 这种烧体 这烧 不是烧体 那就是 呃 就是那个九个体 呃 这九个体的话 还是比较特殊的 所以说 我觉得这 他那个抒情性比较强 啊 啊 就是 谢谢 你提出这么多问题 让学生的话呢 也收益 也了解一下 就是说 这些理论 呃 都不是悬空的 跟具体作品 我们可以联系的 呃 但是我觉得 你自己做研究的话 呃 可能 呃 希望呢 能够对你有所提早 OK 我做一个回应 对 很感谢蔡老师 刚才就是从 两到三个方面 对于 这个 今天这个 题目所蕴含的 理论的潜力 研究的潜力 做了更多的传达 其实呢 首先呢 我想刚才您 从后往前讲 您说 在一个主要 在内语记的环境里面 有更多的文章可做 比如说 这种杂柔的体式 它在中国诗歌的传统之中 它其实是含有一个特定的意味的 这个是我们在内语记的方向上 可以做的更多的工作 以及 在一个研究中 我们也应该把这个工作引入进来 我刚才您刚才提到就是说 这里面有一些我们又熟悉又新鲜的部分 熟悉的部分就是 它都是一些熟悉的节奏性组合的结果 新鲜的部分就在于这种组合本身 而您刚才提到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 在早期的这个southi和九歌题之中 它们往往呢 是不是这种杂柔的形式 而是自为一体 而这种杂柔的形式 其实恰恰出现在 比较晚期的处词这种 这不经当我们想到 我们是怎么看到这个月人歌的 我们就是在这个晚期处词的创作 产生的年代人环境里面看到这个作品 因为晚期处词的时候的代表之一 人物之一就是人像本人 而他呢 又是这个 呃 存 记载了这个月人歌的这个原始文本 说院的一个编证者 所以我想这个时间上的对应 其实值得我们做一些思考 刚才蔡老师 我想很多的话 更多是为同学们说的 就是我们从一个个别案例之中 可以看到他在理论上的一个广原性 他对于理解我们在世界文学范围内 所不断被重新讨论的那个翻译的理论问题 可以说他是在我们的语言之中 无名先发的去触及到了一个其实是很有理论价值的问题 就是对于翻译这种行为 对于translation的本质的一个丰富和发掘 用我的话来说是一种翻译和创编互为彼此 而这种创编性 这种翻译中的创编性或者是创编中的翻译性 是渗透在很多文化很多语言的具体的活动之中的 除了蔡老师刚刚讲的那个例子 我想到前几天呢 我刚好在读一个古代波斯的诗集 叫卢拜吉 卢拜吉他是 波斯呢 他的古代诗文才是很像一个我们古代的绝句的 很像七言绝句四句成诗的 我在读这个诗的时候 我唯一不懂的是波斯原文 我在读两个版本 一个是菲兹吉拉德的英语的翻译版本 就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 还有一个是中国一个翻译家用绝句的方式 翻译的那个卢拜吉 但是我虽然不知道原文 可是我通过对比菲兹吉拉德和对比绝句 我就知道他们都不是旨意 对不对 因为虽然他们 但他们各自呢 又是基于自己的语言的诗歌的传统 英语的传统 唐代绝句体式的传统 而构造创编出来的一个新的作品 这个是他们的创编过程之中 和翻译过程之中真正实际上发生的那个 结合了内语记传统的东西 我个人也翻译过一些部分的 是个比如说我用骚体翻译过神曲中的一个部分 我用乐福体翻译过日本流行歌的一个部分 我很清楚的知道在这个过程之中 那个我要翻译的那个原文本 它到底在发挥什么 它不是一个我要去逐字逐句去对应的模板 而是我的一种启发 一种媒介一种动机 而真正支撑我是创作 我这里就不是创作 而不是翻译 但那个文学的载体和母体 其实是我在使用的那个中国诗歌的语言本身 是我要用的这个乐福的题材 我要用的这个这个骚体的题材 所以我想从个人经验再从更多的阅读经验来说 我们都可以去支撑这个对于翻译的理论的一个重新的认识 我也希望这个对大家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就是我们在研究一个中国文学的案例的时候 它不仅仅是一个个别文化中的案例 我们始终要注意它可能有一个跟更多的理论进行对话的一种潜力 我想这个也是今天的一种提中应有之意 蔡老师刚刚提到就是说如果做一个研究的话 更加的凝聚 有这个聚焦一点 其实这恰恰就是我在做写文章的时候 其实我是没有包含后面的口头部分的 还有这个社会学部分 那个呢 我是想今天作为一个演讲的需要 我觉得尽可能更广的给大家去提供一些思考物理的维度 我的主要的这个经历呢 应该就放在里面的跨语记和内语记 就是两种实践 他们之间内涵的那种丰富性上 好 那就是对于这个蔡老师的一个 我一个感谢蔡老师的用意 谢谢蔡老师 顾老师 下面这个汪老师有问题吧 听了顾老师的演讲 引臭过一些思考 首先就是我的那个受这个阅读的限制 我会想到就是 就是刘相这个人 他那个 跟他的儿子写那个切论 切论呢 是被 这个编辑在那个 翻顾 汉书一文字里面 那么一文字 就是《诗书》 《诗书》 《诗书》里面 除了那个前面的讲的那个 那个《父》 有四种 那么后面有《歌诗》 那个《歌诗》呢 那个《歌诗》呢 它都是按那个地域来去搜的 那么这个《歌诗》里面 它没有去搜那个《月轮》 那么这个这个是一个引发我们思考的问题 那么到那个《文心雕龙》呢 它有那个《月谷篇》 这个《月谷篇》讲的这个 它直接就讲这个 指正平衡 诗与歌别 那么这个就是 也跟我们今天的那个 法题 是面接相关的 就是为什么那个《诗与歌别》 那么为什么那个《诗书》 没有去搜 他自己搜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诗书》里面的 这个《月轮歌》 所以这个《月轮歌》呢 就很 整个我们的 方译 思考 首先就是说这个 从《月轮歌》 到那个《楚人》 来说它 这个是不是翻译呢 未必是翻译 为什么 未必是翻译呢 因为 这个我们从那个 汉书 那个 这个 这个 李悦志来讲 就是他讲那个 《志士》 《志士》讲那个《月官》呢 它是 《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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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有五线图 他不能记下这些《月》 但是呢 它的意思是知道的 这个《月》的意思是知道的 那么 反过来呢 刘向是知道这个《月轮歌》的意思的 但是呢 他不愿意把它的 这个 对应的 翻译的 方言 到这个 描远 翻译的 这个字把它写出来 那么这里就非常复杂 这个复杂性呢 就是在 它里面很多的隐喻 这个隐喻就是《同舟》 这个《同舟》 在《月轮》 这个《楚轮》翻译 因为这个 刘向就是楚源往后人 他跟楚国有很深的感情 所以 这个《楚诗》的这个编撰也跟他有关 这个北方的 这个 这个像那个《诗》他是讲 他是很担心于 这个《公子》 这个《同车》 这个《同居》 那么 这个为什么这个《月轮歌》 把它翻译这个《楚人楚说字》的时候 他就是 像一个粉丝小名妹一样 那个 跟那个 很甜蜜的感觉 跟那个 这个 这个《公子》去《同舟》呢 是吧 这个就是 有一个 《诗》与 《歌别》 就是 它为什么不收这个 就是说 它是一个 《诗》是 它是要温柔尊寇 它是要讲一个《理》的 那个《理》 讲的是在这个《楚说字》里面 这个就坏了这个《理》的话 那这个 这个就是 南北的一种 不同了 为什么不同呢 就是我们看 那个《左传》 《左传》 其实它是把 那个《楚无悦》 是当作一种 大概是 《楚国》 当然还是有很多 写实的部分 《无悦》 它是做一种 演绎的部分 来说 它这个 叙事的部分 这个写实的部分 其实是 画画的 所以这个《无悦》 尤其是《悦》 它都是做一种想象 对南方的 南方的想象的一些 所以这个 在这个《楚说字》里面 它里面 它虽然不是完全的翻译 但是 其实有很多的隐移 因为在这个 春秋里面 那个 那个 那个荡州啊 是个很危险的事情 很危险的事情 那么这个 这个 山有莫西莫有之 啊 新月君系 君不知啊 这个山有莫莫有之 这个是讲一种 自然的生法 它有一个 不可遏制的一种意义 这种意义 跟那个 它的下边的人心的 这种 生长 滋长 它也是 可以讲是一种 同构同智的 所以这里面 就 体现就是 这个 这个 流向 它属原王后的 在当时的这个 与境 处境里面 它对 当时的天子 尤其是这个 陈帝 它是 它是怀有一种 啊 这个乐字是很 惊险的 它不是说我 它把它是放到一个 君臣的 你刚才讲的 男女君臣 这个 主持的这样的 对应性 但是呢 这个乐字 又非常复杂 这个复杂 就是带有 对它的过法 对它的 甚至是 可能作为 除原王后人 它认为 这个是 啊 呃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 山有默系 默有志 心悦均行 君不知己 不知道我内心的 巨大的奋斗 你都不知道 它有很 很强烈的这种 呃 就是你要夺历史才知道 它里面那种 呃 它往往是一个演义 这个演义里面 然后 书写一种 呃 自己的 啊 自己的 啊 自己的一种 理念啊 自己的一种欲望啊 就要表达出来 啊 所以呢 呃 从《约伦歌》到《楚人说》 它未必是一种 翻译啊 那么 我说 楚说之它 它 它确实是把它纳落到 这一个 君臣的架构里 啊 呃 但是这个 这个《纳伦》这个君臣的架构里面呢 呢 其实它里面 还有很多的隐喻在里面 这种隐喻 比如说山木 山木是什么 山木庄子有山木 啊 山木就是指一种荒野 啊 而这种荒野里面 呃 这个《约伦》它就被 那个印第二人是一样的 那个时候 你不能用一种 文明的一种 或者君臣的观念 去说这个《约伦》 《约伦》它可能是 从南 南族题来讲 他看到那个女的 他可能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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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它也都是在一个 内语记的 就是用内语记的创编的维度上 产生的 他削弱的也是一种 比较单调的翻译的理解 所以我想也可以和我今天所讲的这种 就是说强调这个 约伦哥作为一个翻译 他里面的非翻译性 他强调他里面的那种创编的特色 也就是直根于汉语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们其实是在这一点上是存在一个 故事和相同之处的可以说王老师是在 这个方向上是更挖深一个层次就是到 一个阐释的层次到一个作者编者的一个 政治领域的这个层次但是呢我们能够在这个 层次上前进到多深多远并聚之以为信又 是一个我们可以可能进一步商榷的问题 这个我想是我们的一些想法之中的一些合同离异之处 获在于获在于此 他也非常感谢王老师的 王老师的 好 谢谢 好 这两个问题了 给月月一事 谢谢 谢谢老师 顾老师您好 我叫王春宏 我是内地浙江大学的一个博士研究生 然后就是印尼这个乐人歌的讲座之名 就昨天我特地从内地杭州回过来听您的讲座的 然后我听得知道我真的是超级感动 我觉得您讲得特别好 然后让我对这个古典诗歌还有这个狗头文学 有了很多新的认知 特别是刚才您提到了这个 从这个社会学还有美学 结构声音这方面来讲这个乐人歌 然后怎么说 然后我之前有看过孔梦还有毛思绪文心雕龙 还有这个曹批的一些诗歌吧 然后我觉得包括您刚才您自己写的这个诗 但是我觉得都有很很浓烈的这个个人的这个情感 还有意志 而这种情感跟意志也就是向外传播 就是形成一个共同体吧 就是让我这个听者都有共鸣 然后最后我想两个问题就是 顾老师您能不能就是 从这个美学以及这个审美情感 这方面就是继续解说这首乐人歌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最近内地的广西还跟我们香港 不管是从民间的一些歌师还有学者 还有政府的共同合作 就是发展那个新民歌大会嘛 就是您怎么看就是您觉得这个 呃 两岸的这个新民歌 有没有跟我们这个 呃古代的这个诗词 呃会 会有什么联系有影响 就是如何能促进这个发展 谢谢郭老师 就是你刚才有两个问题 但是呢我想先回答第二个问题 其实今天在我的这个表演的第二部分 社会学的部分 我呢是有在把这样一个乐人歌的案例 和一种大众文学的想象区分开的 所以因为我认为整个我们今天读到的乐人歌 他由于翻译和创编是这种二重性 以及由于那个创编发的作用 由于他的语境是精英化的 所以他已经不代表一种原始的 用原始感的口头文学了 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今天读到这个处一版乐人歌 我强调的其实是他的一个精英性 强调的是他的一个内语境之中 发生的古典性 而不是他的一个原生性口头性 所以也许今天我们在一个很大的旗帜的照样之下 去做一种新国风或者新民歌的这种社会实践 呃他可能只是在一个比较遥远的观念层面上 和我们今天讲的乐人歌的案例也发生了共鸣 而可能并不是我今天实际上想要把问题导向的一个方向 呃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我会有所保留 保留一些 有所保留一些 第二 是你刚刚提到一个美学的问题 就是你说我们要不要从审美的角度 美学这样理解这个问题 美学 is status 这个词 它是南极于希腊语 它的含义不是关于美的学问 而是关于感觉的感官的知识和今天的教会 美学研究的不是美 所以我并不主张我们用一个美的概念去理解美学 那么美学的意思是关于感官 直觉的一系列的经验 包括对他的一种解释 包括对他的一种控制 媒介换控制手段 如果在这个比较广义的意义上 我理解美学 其实我想他 我对于这个美学问题的探讨 是贯穿在今天的整个的想法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是已经被回答的 谢谢 而且以及特别感谢你的这个远道而来 就是我觉得这种行为本身 就是离开原始所在之地 而达到另外一个地方 去进行一种意义和交换 进行一种彼此的心智的改发 这是文学的其中应有之一 这是我希望我们借翻译这个话题 在最广大的 在最广域的层面上 能够对我们提到一个积极的效果 好 谢谢 很感谢 谢谢 所以你在问卷里面 对对对对 甲长你特意来参加 彰显出我们这个项目的 影响力的原生到 甲长之外 OK 我们时间关系啊 我们正面就问你了 财哥 请还是请我们的讲解吧 因为我们先练下视频了 上边 你好 今天非常感谢 布老师给我们非常美好的语课 尤其是今天是什么呢 今天是正月十五 是中国人教育节 刚好 我是香港大学的毕业的 我本来不是修这个中国文学的 我只修这个设设设计的 但是我个人对这个中国文学 从小有非常好的兴趣 所以今天我没有介绍过来 我们很开心 很满足听到这个课 我们今天可以理解到这个六人歌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首歌 所以我就觉得很满足 六人歌今天我可以听到的就是 他的跟这个处持有很大的接近 第一 我有个问题 我就觉得他为了 不拉近这个处持在这个范畴里面 第二 我可以了解很多 读观这方面的跟主持里面相近的结构 第三 我可以了解这个主角 他在性别方面的促进 我们初时看来很像是蓝与的关系 但是经过今天的课 我可以理解为蓝与蓝没有性 或者是你有性别之分的分别 另外 我想 在这个 这个《越人歌》里面 我可以看到 有一种 暗殲的 不论是蓝与蓝与蓝与的 我想請教一下,顧老師可以在這方面補充一下,因為案內都是很美好,我們年輕人都會經過這個階段的。 所以我覺得,因為案內都是基本上是一份感情,屬於新春,屬於人輕人的。所以,我想在這方面,顧老師可以給予我們在這方面。 你敢讓他交給案面嗎? 我先回答您,一開始關於他和處詞的關係問題,然後我們再來講案內的問題。 一開始,您有提到,這首詩,就像我們分析的一樣,它在句法上,在表達形態上,跟處詞裡面的很多部分是有相似性的。 但是他為什麼就不在處詞這個選集裡面呢?這個其實,王老師可以很好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處詞,它在本質上,它是一個漢代的一個選集。 它是以漢代的士大夫的立場來選出來的一些作品。 那麼,漢代所選的處詞,是往往把它視為什麼? 楚國的貴族賢良士大夫這種君子階層創作的一個作品。 其實他本身是不是還有這種貴族作者?這也是一個可討論的問題。 但是在漢代的接受的產世的環境中,它是這樣的一回事。 所以呢,像《月人歌》這樣一個來自於月人,就是它明確被指為來自民間的作品。 它其實是不具備選入到處詞的那個條件中的。 第二,它的形式比較特殊,它是一個雜容體。 其實它並不能跟黎騷,並不能跟九歌和,也不能跟九章做一個特別直接的對比。 因為這些詞歌,它們本身的節奏是相對統一的。 相對統一的。 就像蔡老師說的那樣。 所以《月人歌》它這方面的特殊性,它自身在結構上的特殊性。 它自身在劇法上的特殊性。 就導致它其實,還有它的這個簽名上的特殊性,不符合選入漢代的這個主詞的標準。 其實除了說院之外,最早開始去把這個《月人歌》選到文集裡面的這個傳統,是在樂府的傳統裡面得到它的位置。 比如說《玉台新勇》,這當然不是樂府詩集,但是它是一個希納的很多樂府詩,希納的很多愛情詩。 我們馬上來講了暗戀的問題。 希納很多愛情詩元素的這個文集,開始給了這個《月人歌》一喜之地。 換而言之,它其實最早它不是在處詞傳統裡面獲得它的文學選籍的地位。 它最早是在這個愛情詩的傳統,燕詩的傳統,樂府詩的傳統裡面獲得它的地位。 後來樂府詩集也選了它。 這個其實好像聽到我們剛才說的《暗戀》的話題,因為它是一個愛情詩。 我只可以留在這一頁,它的主題句最精華的地方是在這裡的。 《山有目心目有之》,《星月君息君不知》。 它是一種暗戀,但是它的美感,或者說剛才說的美學層面上, 它的這種感動人心的地方不在於暗戀而已, 而在於通過暗戀這種情愫而想到的人與世界之間的一種關係。 這是我覺得真正讓人感動的地方。 因為如果你只是說我心中喜歡你,你不知道,這不是一句詩歌的語言。 這也並不能產生太多讓人感動的地方。 但是如果說,我在這個主題句前面,我先看到了山之有目,木之有之。 看到了蘊含在自然意象之中,這種本於一種根源, 向外延伸,向外有所發展,並合謀建立聯繫的這一種非人化的動機, 一種宇宙中存在的動機的話。 你再將自己的內心,那種被壓抑的感情,和這樣一種情境去對應。 你的個體的那種男歡女愛也好,那種小兒女之情也好, 就具有了一個宇宙論的意義。 我想這才是它能夠使人產生感動的地方。 也很好個幾次了,為什麼? 我們除了這一句,作為一個它的實現之外, 我們又有,從古到今,我們有這些更多的, 在詩經,在楚詞,在樂府,在詞, 我們也知道今天,都一直會有這麼一個表達形式的一個變體。 所以我想我們從那種,從孤立個性之中解放出來, 從那種基於我們孤立個性的暗戀之情之中解放出來, 而實現一種普遍的所有有生命的有情者之間的互動。 包括山與山之間的互動,與牧之間的互動。 這其實是一種,我認為,直根在中國時刻之中, 非常有益的美學的基礎,美學的自由。 謝謝大家,感謝大家。 因為時間關係,我們已經超時了。 非常感謝大家光臨這次的講座。 接下來我們這個學期, 我們里面大學國學堂講座還有三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講座。 今天非常感謝顧老師,也感謝各位來賓。 我們今天就道成一下。 謝謝大家。